大家好 很高兴来到环球网校 我是竹林老师陈静潮 下面由我带领大家学习2022年高级经济师建筑跟逢地产专业知识和实务 我们这个考试应该是官方教材出来之后的第二次 全国同考应该22年算第三次全国同考 应该说还是在考试的初期 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还是时有发生 这是一个情况 然后这几天正好前段时间建理工程师暂时评议完了 我有一些时间就参加了几个峰会 其中就有我们中国监理协会和中国造价管理协会等 这些部委国家级的协会组织着这些论坛 从这些论坛 他们所讲的这些国家级的 比如发改委 九部委 住建部 这些文件来看 我们高级经济师所学的内容 非常切合我们国家现在发展风向 低碳 绿色 智能化 智慧城市 绿色建筑 新型建筑 工业化 中备式建筑 非常适合 还有我们的成员体系建设 我们的可视力发展理念 都高度跟我们国家的转型升级 国家的大政风筝是非常切合的 很多学者 很多专家 他们都认为我们 认为造价师是 我们将来工程建设 建筑跟缝体产领域的首席经济学家 他们把造价师提到这个高度 那是他们没了解高级经济师 像我专门研究完 我们高级经济师的考试大功 和高级经济师的辅导教材之后 我发现如果是建筑跟缝体产领域的 首席经济学家 我认为是我们的高级经济师 所以大家把这个考试尽早的拿下来 对你前途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对你将来职称的 毕竟是高级职称 对你将来的梗位 甚至对你将来的投资 对你的发展理念 对你今后的道路 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这是它的作用 那么它的考试到底有多难 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说 可能我们在座的来听科学员 可能会有很多 是取得了一些职业资格证的 你比如我们有一一大师 有一级建造师 还有监理工程师 如果把这个高经跟这些职业资格比 虽然这些职业资格 他认定的是中级之上 我们这个算高级 但是把这个跟他们比 你比如资格诗 它是四个科目 你像我们这个高级进行师 这个考试难度 跟资格诗难度比 肯定比它要容易一些 因为我本身资格诗 建造师 招标师 建立工程师 前两天我上那个人事部 网站上 我说查个东西 一上还能把我那历史 历史过去的那个成绩调出来 我一看很欣慰 我们这个报名也是在中国人事考试网上去报名 这是我给你做一个横向的难度对比 这样的话 我希望大家要有信心 你这本书虽然很大 内容很多 很厚 也很抽象 但是我们从这个宏观来看 它的难度并不大 大家首先要有信心 信心比金字还要重要 那么我们预期班的主要目的 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个就是 什么是预义班 我们预义班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什么东西 知识是由浅到深 由宏观到具体 再由具体到宏观 是吧 我们预义班主要是由浅入深 来进行学习 来进行警戒 第二 为什么要进行预义班的学习 我们预义班 其实今来还主要是为了给 后期的经经班其他课程做一个铺垫 幻想大家过去的一些知识 因为我们可能 大家可能都在比较高的梗位上 起码在我们自己部门里边 算一个中层甚至高层了 来考这个高进一识 平时工作都很忙 全部精力都用在工作上了 那我们利用这个机会 把你过去的这些知识要幻想 第三就是怎样学好预义班 如何通过这个高级经济师考试 这个希望 希望我们大家学习的时候 风法要对头 风法要对头 其实根本的就是他怎么考 我们怎么学 这样风法才能对头 你不能什么东西都是记 什么东西都是背 什么东西需要你理解的 你要去背 不需要你背的你要背 那我们就效率太低了 我们一定要怎么考 我们就怎么学 我在经济给大家 讲这些轮次课程的时候 各种各样的知识 我都会告诉你他怎么考 然后你就应该有针对性的 知道怎么学 一个就是什么是预义班 我们预义班 它作为我们经济班的一个前置 对于我们建筑跟缝地产 行对来说 它内容是比较多的 也是比较复杂的 需要这个预义班 他在我们经济之前 大概我们的学识 在十个学识到十二个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根据我们后期的安排 具体来定 第二就是我们这一次 是帮助我们学员 回忆起过去 尤其是你是 因为我们刚才有学员 是造价实的 那我们这里边 可能得有三分之一的 是你遇到过的 是你有基础的 那只需要把你学的这些东西 给幻想 他在造价师里边 考试难度非常大 但是他到高级经济师里边 考方式跟造价师不一样 他没有造价师难度那么大 没有造价师那么体量 计算量那么大 他可能用的比较小 支点比较小 然后内容也比较具体 相对造价师来说 他要简单一些 但是他也有很多新的东西 就是造价师里边没有的 我看我们刚才学员 有反馈说 自己考过了 那你考过这些了 对你学高级经济师 肯定是有帮助的 还有就是为后续经济班的学习 打一些基础 还有就是我们 其实官方教材 因为我跟官方教材的主编 跟他交流过好多次 他们其实收到人事部 编官方教材的实话 任务都很匆忙 因为初题的是一个学校 具体哪个学校我就不说了 初题的是一所学校 我们高级跟别的专业还比较特殊 因为边教材的是东北的一个学校 然后初考题的是北京的一个学校 它不是同一个学校 你像别的一些 我们还有其他其他一些专业 它基本上边教材跟初题的是一个单位 这样的话 它就能紧密结合到一起 可是我们过去 你像去年 初题的是北京 边教材的是东北 它不是一个单位 就导致我们去年 真正的考题 你从教材里边找不到 很多 可能教材里边能找到就三分之一 甚至都差一些 但是我去年给大家警告的时候 是从考尔大庚来展开的 基本上我们 你把考题围绕我们经经 你去查找 都能找到我们答案的 所以我想我们还是以大庚为依据 就是我刚才说的 因为我们是这么一个现状 好像就是教材比较匆忙 当然如果今年22年 22年如果有调整 我们后期会及时给大家调整 因为目前还是这么一个现状 这个给大家做一个分析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第三个就是 要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预习班的学习思路 指导我们学员 明确我们的学习风性 第二为什么要开设预习班 我们开设预习班的主要目的 一个就是幻想专业基础知识 还有就是补充一些 比如我们第一章 我们第一章 你比如去年考试 基本上考的东西 教材里边是找不到的 就是官方教材 高级是找不到的 那我们 为什么找不到 因为他编教材就没有 跟考试大纲一一对应 考试大纲里边很多 教材是没有 所以他没有 但是我们课程中 是会给大家补充这些东西 你像我们预习班就补充了很多 在第一章里边 其他证捷 也有一些补充的东西 尤其是我们近两年 国家新出的一些法律法规 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标准 他都是我们考试的重点 就是这些实证 实证的东西 登年的 或者是上一年的实证的东西 他不管教材有没有收入 他考试都有可能会设计 这些新的东西 我们都会在我们的课程中 给大家反映出来 第二是提高经济班的学习效率 因为你有一些铺垫了 我们比如第一章 我们作业铺垫 比如第三章 尤其是第三章 我们的投资项目 技术经济分析评价 还有我们的融资 尤其是在技术经济分析这 它的难度比较大 你如果不是搞经济这个专业的 那你学起来 不做一些资金的时间价值的铺垫 你可能后期就比较困难 就是做铺垫 提高我们后期经济班的学习效率 第三个就是保证我们的学习成果 我们再看 为什么要开设这个预习班 课程设置 根据我们21年官方教材 首先我们还是 官方教材还是有用的 因为它毕竟也有一部分 百分之五六十吧 依据我们的大庚 根据这个 还有我们的考证 还有我们的考证大庚 来扩展支持 我们选取每一章里边一些基础性的 铺垫性的 还有就是跟考试 紧密新官的核心支点 进行细化 展开的景点 当然这个预习班 肯定不会跟我们的经济的考试 考点百分之百对应 只能占到它的百分之三十左右 这么一个水平 让学员了解一些基本的概念 观点理论 应用程庆 更主要是让大家了解 它怎么考 将来会怎么考这些东西 你就怎么学 直到大家提高我们的学习效率 再看 我们的高级经济师 它是以主观提 我们的提型都是在变化 你像我们往前走 第一次考试 我们有选择题 有单选 还有案例题 第一次选过通考 第二次我们通考 像21年 我们全部都是主观提 三个案例分析 一个论述 三个案例分析 第一个 它是20分 然后第二个案例 第三个案例都是25分 最后一个论述是30分 全部都是主观提 那这些主观提 我们应该怎么打 主观提 它的阅见标准 就不像客观提那么严格 主观提 阅见标准是 它都是人工区阅 那个客观提 它都是机区阅 所以人工阅 多少有一些偏差 那我们如何应对这些问题 我们将来在 主要是在井后知的时候 告诉大家 你如何备考 再来就是我们结合实证 点来出题 学习就必须做到融会贯通 这跟初中级经济师的学习方法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你比如中级 中级它全都是选择题 单选和多选 但是这个没有选择题 全都是主观题 那学习方法完全就不一样了 我们这个班次 主要帮助大家 找到正确的学习方法 引导大家在运用制度的时候 可以做到知识之间的关联 可以做到处类彭通 遇到我们的题目 可以举一反三 这么一个设计 第三 怎么学好我们的预习班 第一 就是坚持听课 这是必须的 没有说谁就不用看书 或者看书了不听课 能把这个高级经济师考过的 这个不可能 你要想通过 必须得跟着我们走 不管你跟谁 反正你得听 我觉得 大家首先要选择环球 这是第一 第二 就是为什么要选择这儿呢 因为我本身 我感觉我自己 造价师 建造师 监理工程师 招标师 这些职业资格证 我都考过了 对吧 然后这个高级经济师 就是整合了我们 有的说建设工程领域 是三大屌丝 我都是四个了 对吧 三大屌丝就是建造造价监理 我还有一个招标 对吧 你这么整合去来 我都认为他还比这个东西 当然他有一些这里边 这些这个当然里边有的 他没有 但是他还有一些新的东西 更符合我们时政的 更符合我们国家产业政策的 这些东西 他收纳到我们这里边了 好像就是他的考试啊 经过这几次再结合 我们其他职业资格证考证 因为这些出题的老师啊 他同时也是我们造价师教材的主编 他也出造价的题 他也是监理工程师 相关辅导教材的主编 你从这里边就能找出 他的一些个出题的思路 的确是这样 这个出题老师 他参与过我们造价师的出题 和监理工程师的出题 而且都是造价师 管理教材和监理的 相关教材的主编 这是出题老师 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能够 跟他以往的这个历史 来给大家总结出 哪些是我们的考试重点 这个在我们21年 景色过程中还是比较精确的 你比如我们的赵德彪 你比如我们的 你计算第一章 第一章跟土地有关的法规 我们教材里边没有 但是我们课程中仍然给大家 试一道了 你再比如我们的绿色建筑 和中美式建筑 BIM等等 这些都是重点 第二就是读景意 这个你听完课 只听课 这个都是使劲给你惯 你要通过读景意 读我们的教材 做我们的训练题 然后真正把这些知识 整握了变成自己的东西 这样才可以 再就是补充学习 给大家搭设的是 控价和重点的知识 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 要进行补充 当然这个要进行补充的话 这个说起来容易 其实做起来比较难 我想可能将来我会给大家 尤其是我们的发改委 住建部等等 新出台的一些个法律法规 我想大家要想补充学习 可以把这些新出台的法律法规 作为一个重点去读原文 当然读原文的时候 比如这些法律法规 它里边往往都会有 犯了什么法 罚多少钱 判多少年 这个一概不是我们的考试重点 主要是学习前面的东西 而最后触犯了这些新冠法规 怎么处罚 这个不是我们研究的 这个是律师研究的 你只需要知道 他们是违法行为 就可以 我们主要是看这些之前的东西 这样是我们补充学习的时候 你要注意你要会补充学习 要不然这个补充资料 太跟大海似的 你的时间精力都浪费掉了 我们这是他的一个预期班 将来我们就进入我们正式的内容的学习 第一章 我们总共是教材 包括考试大纲是七个章节 第一章 其实我们我后来好好把这个串了一遍 我觉得我们这个 就是确定考试大纲的这个老师 绝对是高人 设计的非常科学 非常好 第一章是我们的建筑跟房地产市场 这个建筑跟房地产市场里边都讲了一些泛泛的概念 考试大纲更重要的要求是建筑跟房地产新冠的一些法规 但是我们官方教材里边恰恰丢失了这些法规 而我们把这些法规 这些官方的这些法规 核心的内容会给大家整理到我们的课程中 这是第一章 然后第二章是我们的可视力发展 以及成绩体系建设 第三章是我们的投资项目 技术经济分析和融资 你像第三章一般我们都会有一道案例题 大概也就20到25分 这是第三章 然后第四章是我们建设项目 建设项目时时阶段的管理 第四章一般也会有一道题 25分 第四章 然后第五章 第五章是我们的跟工程有关的税收 担保和保险 第五章的话 这个有可能不会涉及到 如果涉及到 可能也就几分 大概也就 我估计 涉及不到的可能性比较大 如果涉及到 可能也就几分 五分左右 最多不超过五分 然后第六章 是我们的绿色建筑 含有建筑工业化 这个应该是比较重要的 会涉及到一些案例题 它可能在20分到25分之间 然后第七章 是我们的建筑先进模型和智慧城市 这个也可能会涉及到案例题 或者是论述题 整个它设计的这个七个征结 都是我们现在国家强调的风性 当然第一章 它是做一些基础知识 储备知识 你要搞这个 你得了解 熟悉 建筑跟逢展市场 它并不一定直接考你 但是它要作为其他征结的 学习的一个铺垫 就是像你得学汉字 然后你学完汉字之后 你才能更好地学好数理化 一样的道理 你说你学数理化 你做案例题 你得把背景读明白 这就是你去相当于学汉字 这个作用 第一章我们的考虑大庚 考虑大庚要求包括这些方面 一个就是建筑业发展环境 以及我们的新冠政策 还有就是逢产业的发展环境 以及新冠政策 那么这里边 就是政策这一块 我们可能在预议班 会给大家讲的多一些 因为我们教权上 恰恰把这些政策丢失了 而政策 它进来可考性 有可考性 因为你这些前面的东西 都是泛泛的 都是别人论述出来的 它并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你越来越的时候 你不好越 这本书上是这么说的 那本书上是那么说的 不同的说法 它意思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法规的东西 它就不能改 那就是法规的 它可考性比较大 再来就是我们建筑市场 供求关系 比如建筑市场 它的需求 还有供给 它们的关系 以及运行的特点 还有房地产市场 供求关系 及其运行特点 建筑跟房地市场 监管相关的法规政策 这个建筑跟房地产市场 监管相关的法规政策 这个太多了 你就比如我们建筑领域 这有多少法规啊 那我想我们要是从这个行业的 参加过一些职业资格考试 你肯定学过建筑法 招特标法 指令管理条例 我们的招特标实时条例 我们的这个安全生产法 安全生产条例 还有我们的这个 新任的职业资格 一些部门规征 是吧 等等 就建筑业的就有很多 房地产业的也有很多 我们刚才还只是说的 从法的角度和条例的角度 我们这些底下 还有很多的部门规征啊 这里边的东西是非常多的 那么我们如果就把这个 这一点拿出来 可能如果把他的东西 弄出来之后啊 可能比我们现在的教材 厚度还要厚 那我们不可能全部去学 我们斩一些 跟我们考试有关的东西去学 这个企业资质 以及人员职业管理 这个东西 考试大纲有要求 内容也非常多 你比如我们第一章 很大篇幅教材 是介绍这个东西 我想这个东西 大家就是一般了解 你说他出题 能让你来说一下 我们有哪些职业资格 你报考这些职业资格 需要学哪些课程 继续教育需要多少学识 报考他需要什么条件 然后现在的姿势 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我觉得很难这么考 因为出题专家他也不知道 所以他很难这么考 所以这些东西 大家都是有所了解的 有些东西是我们要记住的 有些东西我们就了解 不可能全面 全面记 那不可能 那就不需要我了 再来就是 逢地产市场监管 跟建筑市场的凤管 浮改革 营生环境的优化 这个主要是我们国家 出台的一些政策法规 在我们的凤管 浮改革和营生环境优化 尤其是新出的一些 我们作为学习的重点 这是考试大根的要求 那么从考试情况来看 你像我们在第一次考试 就2020年的时候 我们在选择题里边 涉及到了第一章 大概就三分 然后在2021年考试的时候 我们在案例题里边 就是第一个案例题里边 涉及到了这里边的东西 我们第一章主要讲授的是 我们建筑跟佛内市场 市场的基本情况 作为我们的高级经济考试 基本概念考察的比较少 但是它是后续征结的学习基础 20年涉及到了 20年涉及到是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时综合用地使用权的年限 这个就是我们 城市土地管理相关法规 它规定了 你比如你是住宅 商业还是综合用地 它有对应的年限 这个从我们官方教材是找不到的 但是从我们课程中 你比如去年的经济 你去搜 肯定能搜到这个答案 还有我们的出让方式 比如我们有画博 有有成 有成的话 你可以是土地使用权出让 可以租赁等等吧 坐驾 出资 入股 有成使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有哪些方式 征收补偿的内容 房屋征收补偿 因为这个地方 它是城市改造 或者是拆迁 影响很大 所以它也作为一个考试的热点 这个在我们教材 你像这些东西 去年考到这些东西 在第一张教材里边是找不到的 这些内容在教材中没有 但初级教材 和初级教材里边有 中级教材里边也没有 在初级里边 对吧 但是我们不可能 我们学员再把初级跟中级都拿过来看 因为它里边的内容也很多 而且他们有的同一个问题 它叙述的表述不一样 那这时候我们学员就很头疼 这个我们将来在警课中 都会给大家分译这些东西 主要是土地管理法 国有土地 以房屋征收跟补偿条例 相关的规定来考我们 我们第一张 作为建筑跟房地产业的基础知识 也是容易考核主观题 它主要就是在法规这一块 考你这种判断题 或者是考你问答题 这零种情况 它一般不会考我们分析计算 主要就是判断对错和问答 在我们二年备考中 还要重视初级和中级里边的相关内容 因为它整个高级教材第一章 它并没有太多吸纳初级里边的内容 而初级中级 它恰恰是21年初题的学校的老师 他们编的教材 高级的是另外一个学校的老师编的教材 是这么一个情况 如果他们之间没有矛盾的话 这个可能要好一些 我们第一章的支点 主要给大家警授三个方面 一个就是我们建筑业的含义 分类和特征 对于这个含义 还有分类 大家都是了解 你比如分类会判断对错 知道就完了 这个特征 我们还是要把特征记一记的 特征它可以作为问答题问你 前两个都是了解 这个是需要记一记的 特征的 就是你建筑业的特征 第二是工程建设程序 工程建设程序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但是我们教材里边没有工程建设程序 这个大家要注意 支点三是冯天授业的发展环境 及相关政策 这个主要是围绕我们教材来展开的 这是我们给大家在第一章 讲述的这三个支点 好 我们看第一个建筑业的含义 分类和特征 那什么是建筑业吗 我们都搞这个行业的 那什么是建筑业 这个不同人的说法真的是不一样 你做了这么多年建筑了 你能把建筑业说清楚吗 我们教材上把它从 拱义上和侠义上做了一个分析 拱义的建筑业 那拱义肯定范围比较广 它包括我们的土木建筑 建筑工厂 还有线路 管道 设斑中 以及我们建筑的中日中休 还有跟建筑产品有关的这些 勘查设计 购备件生产 工程管理服务等 你看它既包括一些实体 还包括一些 这个就传统意义上的一些咨询 或者叫服务类的 它也包括 这是拱义上的 范围比较大 但是狭义上的建筑业 狭义上的建筑业 它就包括这个 你看跟拱义重叠的土木 土木建筑 建筑工厂 线路 管道设备安装 跟这个对样 还有我们的 这些的新建 扩建改建 等施工活动 它没有包括这些智力的 勘查设计 还有我们的 勘查设计 购备件生产 工程管理服务 就是这些 它在狭义的里边 是没有包括的 拱义的里边包括了 但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还是从拱义上 我们所说的建筑业 你比如你是在下室 按道理 狭义上是不是不属于建筑业 对吧 但是我们 你比如在下室 或者是建立工程师 或者是咨询师 我们通常也认为 你是搞建筑的 或者说建筑跟逢地产的 一般我们说的 还是工医上的概念 对吧 建筑业的职能 主要是对各种建筑材料 和构件 机械设备等 进行建筑安装活动 为国民经济建造 这个生产性 跟非生产性的固定资产 那么什么叫生产性 和非生产性的固定资产呢 我举个例子 你比如我们这个施工企业 给某一个甲方 建设一个新能源汽车制造厂 这个新能源汽车制造厂 它将来可以生产汽车 这个就是属于生产性的固定资产 它的厂房 它里边的设备 它的土地等等 那么这个非生产性的 你比如非生产性的我们建一所学校 这个就属于非生产性的 或者是我们的住宅 那么这样的固定资产 建筑业的发展跟固定资产投资 有着十分简密的关联 二者相互促进 相互制约 这个大家都好理解 但逢地产业我们都怎么比喻呢 很多人都把缝地产业 说成是这个国家政府的业壶 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 什么叫业壶 缝地产业 就是说我们经济好的时候啊 就打压 是吧 就不用它 然后经济不行了 现在我们经济形势就不是特别好 对吧 尤其是明年 那现在最近的这一次中原经济会议 对缝地产还是有一些松动的 当然我们乘起来看 也不能就像这个这个 房地产使劲让它资本区无序的扩张 就像抽鸦片一样 但是现在我们又不能 又不能完全的离开它 要不然的话 我们国家整个这个稳定啊 就业啊 可能都受一些影响 那么明年明年跟这个 2021年应该说 是我认为应该是比较难的一年啊 可能可能在未来的这个2022年 行对来说会好一些 因为其实我们这次中原经济会议啊 已经提出来 明年我们还是 第一是稳中求进 那么稳中求进的话 在基础设施这一块可能会加大投资 所以我们这个行业 我觉得 今年当然我们也是受疫情影响 这两年应该是比较低虎的 那么明年可能这个投资要有所反弹 固定战争投资要有所增加 大家要做好这个蒙路的准备 希望大家能够工作跟考证双丰收 当然你基础设施固定战争投资越多 我们建筑业可能就这个就越兴旺 是这么一个情况 第二建筑业的分类 我们建筑业的分类啊 按照我们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 这是一个国家标准啊 把它分为四大类 就是我们的房屋建筑业 还有土木工厂建筑业 建筑安中业 这是三类 然后这个是建筑中式中修和其他建筑业 就是这四类啊 一二三四 这个大家不需要背啊 你会判断就可以了 不需要背 那么我们从这个四类来看 它这个分类显然是从狭义划分的 它没有包括勘察设计 没有包括管理咨询 是狭义上的 狭义概念里边的分类啊 好 那么具体的分类 刚才说了 它将来可以怎么考我们啊 它把这些内容都给你列出来 你知道它属于房屋建筑啊 还是我们的土木工厂 会连线就行 不会作为问答题来考我们啊 是这样处理的 声音出问题了吗 喂喂喂 能听到吗 声音正常吗 大家 有学员说我声音出问题了 正常了呢 对吧 好的好的 谢谢 好的 OK啊 那么 接下来我们就属于这些会连线啊 房屋建筑业 那你看 什么应该属于房屋建筑业啊 它是进行房屋主体工程施工活动的相关行业 你凡是凡是盖的这个建筑啊 有维护结构 有顶盖 有门窗啊 呃 这就是房屋建筑 你你比如你底下说的这些都可以往这身边靠 那桥岭肯定它没有顶盖啊 对吧 它就不能往房屋建筑去靠了啊 呃 比如我们的住宅房屋建筑活动啊 包括普通的生命房 保证住房 别墅等等 呃 第二类就是办公用房的建筑活动啊 企业事业机关团体这些单位的房屋 呃 第三 生夜用房建筑活动啊 比如我们的呃 商厦 宾馆 餐饮用房啊 会展中心都属于生夜用房 呃 还有我们的公共建筑 公共建筑 你比如体育馆 学校 医院 呃 科学的科学馆 这些属于公共建筑活动 他也属于我们的房屋建筑 还有工业建筑活动啊 包括我们的工业的厂房啊 厂房的配套 用房 还有层库啊 属于工业建筑活动 呃 还有其他啊 其他比如人风工厂 厕所 你你比如这个厕所 它也是有有微物结构 有顶盖 对吧 有我们有 他没有没有冲 你没有冲 他也有 有时候也有冲 这个透气的 是吧 这样就是我们的呃 房屋建筑啊 他都属于房屋建筑啊 你就想象有微物结构啊 有有底 有底板 有顶盖 有门冲 这样去想 就属于房屋建筑啊 主体建筑 第二是土木建筑业 土木工程 这个其实不同的考试里边 他划分不一样 你比如赞雅师 他可能土木就包括房屋建筑了 但是从我们高级经济师里边 这个房屋建筑跟土木建筑是 是平是平行的 土木建筑并没有包括房屋建筑 是吧 这个大家不要受这个干扰啊 就是房屋建筑是房屋建筑 他是一类 然后土木建筑工程又是一类 他俩是平行的 不是说我们高级经济师里边 不是说土木就包括房屋建筑 土木是单独一类 那你看啊 什么就属于土木建筑业 我们的铁路道路隧道 桥林工程的建筑活动 第二就是我们的水利水运工程建筑活动 还有水利港口相关的建筑活动 第三海员工程的建筑活动 包括我们的海上工程 海底工程 近海工程等等 第四 工控工程的建筑活动 我们厂房电力工程以外的啊 非节能环保型的控山 还有工程生产的设备设施 按中 这些属于工控工程建筑活动 第五是架限和管道工程活动 第六 节能环保工程建筑活动 有关节能工程环保工程 以及生态保护 这些啊 属于土木 前边这些 到这儿 五六七 这个就容易搞混了 是吧 电力工程建筑活动 这个五六七 你要特别的注意一下 它们属于土木建筑这一类 不要把它 错的归入到我们的 这个房屋建筑 或者是其他类的边 这仨是容易混 别的我们可能就不太容易混 我们说的 大家会连线 达到这个程度 还有就是我们其他土木建筑活动 比如园林绿化工厂 游乐设施工厂 这些也属于土木建筑 第三类是我们的建筑安中业 注意啊 它强调的还是安中 建筑安中业 它跟我们的房屋建筑 还不是一回事 我们很多人说 你比如搞造价的 一说房屋建筑 房屋建筑就包括主体 房屋的主体和里边的这些水电安中了 有的时候就翻到这里边 但是在我们这儿不是这样 你房屋建筑指的是主体 我这里边指的是一些设施 是主体完了后 也就是主体完工后 房屋建筑完了后 进行建筑内的各种设备 以及施工中的线路辐射 管道等安中活动的统称 就是我们的建筑安中业 它强调的还是安中 是吧 设备管线辐射管道安中 那么具体来分 一个就是电器及设备安中活动 电器 你比如我们的这个照明 照明的电 动力的电 逢雷接地的这些 电器及设备安中 当然设备安中就更 这个范围就更大了 电力和设备安中工厂 第二是管道和设备安中工厂 这个管道设备安中工厂 指的是 比如我们有通风空调 管道安中 我们还有室内的集水排水管道安中 我们含有这个采暖的管道 还有工业的管道 这些都属于管道设备安中工厂 第三 其他建筑安中工厂活动 比如足球场 篮球场 网球场 滑冰等体育场地 设施的安中活动 这些属于我们建筑安中工厂这一类 第四类是建筑中式中修 还有其他建筑业 这个主要请调的还是中式中修 那么它包括哪些呢 一块就是我们建筑中式 还有中修行业 这也是主体完了后 是吧 进行中式中修 维护清理活动 以及居室的中修活动 第二 建筑物拆除 注意这个 建筑物拆除 我们容易把它搞到 房屋建筑这一类里边 这个不是建筑物的拆除 还有场地准备活动 这些都属于我们的建筑中式中修 你想中式中修的时候是不是要早很多 是吧 你家你家中修的时候 是不是 或者别人家中修的时候特别刺耳 是吧 再看 第三 提供施工设备服务 这个是提供施工设备 为建筑物提供有操作人员的施工设备服务 还有其他为列明的 这些属于我们的中式中修 还有其他 把这个会判断就完了 第三是建筑业的特征 那么建筑业的特征 它主要是跟我们传统的这些制造业做对比 你跟传统的制造业做一个对比 你就好理解这个建筑业的特征了 我们在 你看我们现在建筑 是不是要盖一栋楼 这个项目就跑到这个地了 然后工人 包括作业人员 管理人员 还有我们的施工设备 是不是就跑到这个地了 然后一砖一瓦的对这个建筑物进行建造 它是这么一个活动 从而产生我们的建筑产品 那么它跟建筑业有一些 它都是制造活动 它有一些共同点 但是它有很多不同点 那么我们看它的不同点 从两个方面来讲 一个就是生产特征 还有经营特征 两个方面 生产特征 这个大家还是要记的 比如今来可以问你 我们建筑业的特征有什么 你要记 我想我们要记不是记这里边的内容 要记你首先记住特征的名字 比如问你生产特征 生产特征包括什么 包括生产具有流动性 那我们传统的制造业 你像我们做手机 华为 华为做手机 或者是恒大 不提恒大了 是吧 恒大汽车 恒大汽车 你看它那个恒大汽车 它那个汽车 它是不是在生产线上 生产线上在走 是吧 从一个地方随着生产线走走走走 走了很多生产线 是不是成了一个汽车出来了 每一个工人或者是工具 它是固定的 这个产品是在线上流动的 这是我们制造业 一般制造业的特长 但是你看我们建筑工厂 它不是这样 建筑工厂 它生产具有流动性 我们项目 你工地在哪 建筑物在哪 这个项目就去到哪了 然后我们工人 人员也是在 随着随着你的项目在流动 甚至我们同一个工地 不同的楼层 不同的高度 我们的工具 我们的人员都在流动 所以它 它这个生产具有流动性 它跟那个一般制造业 是产品在生产线上流动 而我们这个建筑业 是我们的人员 我们的工具 我们的项目都是在流动 生产具有流动性 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施工人员流动 还有施工机械流动 甚至整个施工机构 都要随着对象 你比如我们一些国外的工厂 对吧 你像我有同事 原来在大学等老师 后来到这个非洲 去修铁路去了 对吧 他项目在非洲 他不就坐飞机去了吗 医生疫情了 回不来了 对吧 这是项目人员在流动 第二个是 我们建筑产品的生产过程 施工人员和施工机具 要随同施工对象 施工部位 而上下左右移动 这个其实两层还一层就是 我项目在哪 我这个工地在哪 我项目和人员就去哪了 还有项目在这 我随着进造过程也在动 就是生产具有流动性 那么为了适应施工条件和施工对应的变化 施工机器应该便于灵活移动或者小型 小型化 同时手工操作比重比较大 这一特征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建筑业的技术进步 相对制造业而言 建筑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 注意哦 这个这句话我们要知道 就是我们建筑业属于劳动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不是智力型 劳动密集型 就是他由于他生产具有流动性 他不可能把那个先进的设备啊 像制造手机制造机器那样 他不是不是用的多高精尖的设备 多高精尖的人 你比如我们的农民工兄弟 农民工兄弟一般文化水平都不会是博士硕士 对吧 本科可能也不会 大专可能也不愿意去干 对吧 那将来有可能 所以他是劳动密集型 是吧 劳动密集型的行业 这是这个特点 把它记住 劳动密集型 流动性里边的 第二 生产具有单件性 我们生产具有单件性是什么意思 每一个需求 对我们建筑产品的功能要求都不一样 你这个都需要单独设计 每一个建筑物都要单独的图纸 单独设计 那有的人说不是啊 我就用标准图级 这些做的就算你是用标准图级来做的 它本身这个建筑物的坐落的位置 它的周围的空气 它的采工 它的空气 它的周围环境等等都不一样 所以它一定是有单件性的啊 所以每一个产品要单独设计产品具有多样性 即使采用的标准图纸一样 它也不可能有完全一样的建筑物 因此生产效率受环境影响比较大 第三 生产就有成周期性 我们一个建筑物快的话也得一年 甚至你买气风可能得两年 比较大型的建筑物可能都得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周期很成 生产就有成周期 那么生产就有成周期就会导致什么特点呢 就会导致经来 你比如我们支付的时候 大家知道建筑物业支付 你是一次性支付 建的比较多 还是分次支付 我们一般都是分次 最成见的就是按月来支付 支付工程款的时候 一般都是按月 就是因为它具有这么一个成周期 成周期的这么一个特点 第三 生产就有高风险 刚才讲了 你要是在生产线上走 这个行对来说 分野性就没有那么大了 我们这个建筑业 它第一 它位置不固定 人员设备都是在流动 好像就是高空作业 露天作业也比较多 所以它的危险性比较大 是我们的气候 是我们的环境 你比如塔雕 塔雕在上面作业的 刮大风 刮台风 是吧 它的危险性比较大 所以我们建筑业 建筑施工企业 你都要有安全生产学科证 你没有安全生产学科证 或者没有经过 或者学科证过期了 那你不能作业的 所以它生产具有高风险性 好 我们现在把这些东西 大家都理解了 我们现在最后 落脚点是什么 落脚点你要给我记住 就是建筑业的特征 生产性的特征有四个 哪四个呢 这四个特征能不能记住 我们叫做流弹成风 是吧 流弹成风 流弹成风 你就能记住 流是什么呢 生产性特征 流弹成风 流就是流动性 是吧 弹 弹就是单的一个协议 单件性 成就是成周期 风就是分野性比较大 高分野性 是吧 流弹成风 就是生产性的四个特征 最后落脚点 是落到这个地方 把建筑业的生产性特征 四个特征把它记住 流弹成风 流弹成风 第二个方面 就是经营性的特征 其实 它很多 生产性的特征啊 比如它的单件性 等等 就 就决定了它的 或者说 影响了它的经营性特征 那么经营性特征 有一个就是 受宏观经济影响大 你比如我们 经济好 固定战略投资 加大 然后这个建筑业 就比较繁荣 从事建筑业的人 因为收入就比较高 如果我们经济低迷 固定战略投资少了 那建筑业就萎缩 是吧 这些从业人员 日子就不好过 所以它 受我们的宏观经济影响 比较大 还有它也是 有一定的周期性 因为经济一旦不好了 国家可能 为了刺激经济 就可能会 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 加大固定战略投资 这个固定战略投资 一增加 那么建筑业 又会跟着繁荣起来 所以它受宏观影响大 还有一定的周期性 这是它的第一个 受宏观经济影响大 第二是 先订货后生产 这个特征要记住 先订货后生产 它跟我们买手机不一样 你今天你要买一台华为手机 你去顺便了 是不是手机已经在 那个柜台那放着了 你要建一所学校 你不可能哪个时空单位 把学校都建好了 你去哪儿去买这所学校 不是 你比如我们学校 大学里边 要建一所教育楼 我们学校先找 勘查 勘查和设计单位 勘查好 勘查报告有了 然后设计单位 设计好图纸了 然后再去招标 然后找一个时空单位来做 其实它是干什么呢 你是先跟时空单位签合同 就是订货 先订货 订好货了图纸 汇制好订货 然后它再去商产 其实在订货的时候 已经大概确定了这个价格了 所以它是先订货后商产 跟我们传统的制造业 是不一样的 这是第二个 就是经营性特征里边的 先订货后商产 第三 分期交易结算 分期交易结算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建筑业 它时间比较长 你建一个建筑物 投资额度也比较大 造价比较高 然后时间比较长 动不动就是上百万 上千万 甚至上亿 你说你干完 我给你一个亿 时空单位垫字垫得起吗 所以它一般有预付款 有这个按进度款 一般按月来支付 当然也有按行业进度支付 有的小的一年以内的 一百万以下的 也可以一次性支付 就是总体原则是分期交易结算 第四是保证金制度 普遍性 因为我们建筑 这个行业 经常有一些预付款 你比如财来预付款 我给了你几百万 财来预付款 你拿着钱跑 那我找谁去要 你不来做 所以往往你要 我给你预付款 你要有性的 对应的担保 我给你干活了 你建设单位 还要给我支付担保等等 就是保证金制度 普遍流行 这是我们经营性的特征 那么在这个经营性特征里边 我们怎么记经营性特征呢 我们这样去记 叫做宏观交定金 宏观交定金 或者大家将来在学习的时候 自己 因为我们有一些要记的东西 我们年龄都比较大了 也不太好记 如果大家能总结出一些 比较好的记忆的技巧 希望大家分享出来 我们一个人如果分享一个 我们这么多人 那我们就学习效率就很高了 因为他需要记的东西 我尽量给大家指出来 我能总结出来的 但是有时候也 老师一个人的经历 还是有限 如果大家都能够这样 整理可能会更好 是吧 红定分保 是吧 宏观交定金 慢慢看 大家如果进来能整理出来 反归给我 我在课堂上 再给大家分享出来 让更多的人省用 是吧 宏观交定金 宏观就是受宏观影响大 是吧 然后定就是先定货 然后宏观交定金 是吧 先定货后生产 再就是交 就是我们的分析交易结算 金就是保证金制度 普遍性 这是它交易性的四个特征 那么看一个论述题 我们在建筑业中 劳动者利用机械设备 还有工具 按照设计要求 就对劳动对象进行建造 从而生产出建筑产品 这使得我们建筑业 它有制造业的特征 是吧 但是由于产品 不在同一个 不同于一般工业产品的 技术经济特项 又使得建筑业 具有它自己的特项 受宏观经济影响大 生产具有流动性 先订货后生产 生产具有单价性 分期交易结算 生产具有成周期性 生产具有高风险性 保证金普遍性 分析证明 哪些属于生产特征 哪些属于经营特征 那么这么考的话 还是比较简单的 对吧 那你这个生产性 生产性特征 那生产性特征 就是我们的生产具有流动性 然后还有什么呢 生产具有单价性 生产具有成周期 高风险 这个应该是生产性的特征 然后经营性特征 就是我们的先订货 这个应该是 还有宏观交定金 宏观交定金 这是宏观 交就是我们的分期交易结算 定就是我们的先订货后生产 金就是我们的保证金制度 是吧 画圈的应该就是属于经营性 画对勾的就是生产性特征 这样我们就好辨习 是吧 但是这样考 我觉得大家都会做 如果经营作为问答题考你 也有可能 比如你 你现在你要把这个作为问答题 你看你能不能记录 是吧 这是我们要求的 作为问答题 你也得能够写出来 今天把它把这几个标题 生产性的特征和经营性的特征 你要把它背下来 这是我们的要求 答案我就不再给大家念了 大家返回去来看 那么第一个支点我们就讲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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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